就算是对方的技术源在破解 也没有办法把这东西从首页上弄下来 除非对方关了服务器 让整个网站都无法访问 但是关闭服务器 对网站的损失有多少 那就不用多说了 叶浩轩准备让这个视频挂上一个星期 让这家伙的粉丝好好地认清楚 他的那张嘴脸在说 不一会儿有些人吃惊地发现 于俊在微博上竟然也传着一条视频 就是他刚才怒骂巨头 以及用咖啡泼人的视频 还有他趾高气昂地骂他的粉丝 都是脑残的话 这条视频下面的评论瞬间高达近万 每一条都是粉丝愤怒的心声 太可恶了 没想到于俊竟然是个人渣 耍大牌耍过头了吧 老子们捧你是个明星 不捧你就是个戏子 老子脑残 抵制于俊以后再也不看他的戏了 再也不听他的歌了 混蛋 那么可爱的妹子竟然拿咖啡饺 人渣一个不可原谅 于俊只吓得魂飞魄散了 他连忙拿起手机要删除这条微博 但是这条微博已经被疯狂地转发了几万条 删了也无济于事 关键的是他竟然登不进微博账号 一直提示密码错误 晚了呀 于俊几乎是瘫倒在地上 他脑海里一片空白 他没有想到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 他到底是得罪谁了 他老板是谁 叶好轩见这把火烧得不够旺 索性转身向一边的安宇竹问道 星辰娱乐的老总 安宇竹答道 好 回头帮我约下他 要么他封杀这小子 要么我想办法 让他的娱乐公司倒闭 让他二选一 叶好轩淡淡地说道 光头哥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 他有些恨铁不成钢地扫了于俊一眼 暗骂 让你装逼 惹到不该惹的人了吧 横岛 今天不拍了 改天重新找个合适的男主再说 首先声明一点 男主可以没有名气 但是不可以没有人品 这种垃圾 不配代言我的产品 叶好轩冷冷地说 好好好 叶少 交给我了 我一定办到 一边的横财一抹了一把脑门上的汗 他突然心头一动到 叶少 其实我感觉 你挺合适的 我 叶好轩微微地一愣 是啊 叶少的名声现在全国都很小 而且相貌堂堂 绝对能拍好这个广告 横财一双眼放光地说 我突发奇想 再加入一场吻戏 然后 打住打住 叶好轩连忙做了一个赞同的动作 他苦笑道 这个不大好 你还是重新找人吧 有什么不好的 自己为自己的产品代言 况且 你这个酒的效果不错 我天天喝呢 安女主老怒地说 这小子一听到有吻戏 他就打退堂鼓了 他什么意思吗 自己拍了这么久的戏 还从来没有吻戏呢 而且这是自己的初吻 竟然被人拒绝了 我现在是公众人物 代表的是中医形象 你让我去拍广告 这行不通的 叶好轩苦笑道 算了 横岛 重新找人吧 安女主有些酸溜溜地说道 山下有家农家乐 走吧 今天我请客 好好吃一顿 叶好轩手一挥 好 叶医生好业的 剧组的人欢呼雀愈 收拾的东西 下山去了 临走的时候 还不忘记狠狠地讽刺了一下 遇到明星 说实在的呀 剧组平时伺候的明星很多 而那些比较喜欢耍大牌的明星呢 脾气稀奇古怪的 剧组里的人小心地伺候 比下人还第三下子 不过今天叶好轩 为他们出了一口恶气 为他们找回来了尊严 这让他们对叶好轩大为折服 一眨眼 山上的人走得干干净净的 傻坐在地下的于俊手机响了 却是他的大老板打来的 他连忙接过电话 叫他 老板 救我 救我呀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于俊 从今天开始你的戏份全停 等着滚蛋吧 你他妈的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广电的亲自下达指令封杀你 而且还是永久封杀 话筒里传出来了一个愤怒的声音 永久封杀 于俊的脑海里一片空白 直到手机里响起了盲音 他也没有回过神来 半晌 他才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声 光头哥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呢 于俊惊恐地抓着光头哥的手 叫他 娘子 你不是牛逼吗 你不是很屌吗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京城的大人物多得像蚂蚁 你别以为那点背景真的算是黑白通吃了 看你就是不听 现在好了 你招惹到大人物了吧 光头哥恨铁不成钢地骂道 他是谁 他他他到底是谁 于俊叫道 他姓夜 京城姓夜的是什么人 不用我多说吧 傻逼 没见刚才老子一直跟你识眼色吗 哎 光头哥无语地说 京城夜家 于俊的脑海里一片空白 彻底地说不出话来了 半天以后 他才发出了一阵惨绝人寰的叫声 京城珠宝 经过这段时间的发展 京城珠宝的规模发展 是越来越大 几乎占据了京城的半壁江山 由于之前的假珠宝风波 直接波及了京城的珠宝行业 大部分偶尔弄点水分 掺甲的珠宝商 纷纷地因为周家的事情躺枪 恰好京城珠宝这个时候 又是发力的时候 所以一举占据了珠宝行业的大部分市场 有些时候不得不说 人就是这么现实 自从叶好轩回归叶家以后 周明的身份也跟着水涨船高 之前他那个势力的老丈人 得知叶家大少竟然是周明的铁哥们以后 巴巴的拉下脸来 把自己的闺女送上门来了 周明和冯月过些日子就大定了 而且周明的老丈人生怕自己这个女婿 再被别人抢走了 所以一个劲的催促周明两人 赶紧结婚 不得不说 周明的老丈人是一个能屈能伸的人物 之前周明父子被赶出周家的时候 他对他们的态度那叫一个冷嘲热讽 结果现在周明父子身份高了 他又拉下脸来 攀亲家了 你的那个好哥们 貌似好多天没有出现过了 京城珠宝的总部 冯月和周明一起靠在一个柜台前 叶好轩 周明笑了笑 他现在是叶家大少 哪里还有时间跟我鬼混呢 身份不一般了 接触的圈子不一样了 周明的话里有些消息 他跟叶好轩是好多年的铁哥们 不过现在两人貌似关系有些远了 叶好轩回叶家之后 几乎没有来过京城珠宝 不至于 我看叶少不像是那种人 或许他的事情比较多吧 冯月道 可能是吧 他也真有 我说以他一个小医生的身份 就敢跟薛家对着干 原来是有底气的呀 周明笑了 就在这个时候 京城珠宝的门一开 叶好轩走进来笑了 规模挺大的 跟以前的周家比起来怎么样 好轩 周明惊喜地走了上前 直接给了他一拳道 叶少 终于想起来光临小店了 滚 谁在叫我叶大少 我跟谁翻脸 叶好轩笑嘛的 弟妹好 叶 叶哥好 冯月连忙走上前 好 你们什么时候订婚呢 叶好轩问道 这几天事情比较多 所以一直没时间过来看看 好不容易闲下来了 可别错过了你们的订婚 过段时间吧 先把我老丈人晾几天 周明得意洋洋地说 你现在底气足了是吧 冯月瞪了周明一眼 然后伸手在他的腰间掐了一下 我就是喜欢看你爸着急的模样 现在周家要倒了 而我的好兄弟又是叶家的人 他巴不得我早点把你取过门 我就是要让他着急着急 周明大笑道 没个正行 他不同意的时候 你哭都哭不出来 现在又得瑟了 冯月忍不住白了周明一眼 嘿嘿嘿 我就是得瑟 周明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怎么样 打算怎么处置周将 能怎么处置 尽管那老头子之前做的不对 但是毕竟 我爸是他的种 不能赶尽杀绝 只能给他们留一点活路 现在我爸已经去谈股份的问题了 高家把周家的产业收购 然后除了那老头子外 我大伯他们自生自灭 我觉得 你们周家那老头子是自作孽啊 叶昊轩摇摇头 是啊 自作孽 我爸是个务实的人 但是没有我大伯那样会花言巧语的 那老头子偏偏又喜欢凤城的人 事事都听他大儿子的 结果把自己给坑了吧 周家落到这个地步 完全是他自己作死 周明笑道 我没料到那件事情 对周家冲击这么大 叶昊轩笑了一下 其实周家出事之后 他第二天就想明白了 怎么回事 那个时候京城知道他身份的 也只有万英卓 他当天打电话给万英卓他哥 他哥一定不会放过 这个八截叶家的体会 结果引出了叶庆尘的圣母 把京城珠宝来了个大清茶 结果可想而知啊 不过京城的珠宝行业 也确实烂到不整治不行的地步了 尤其是那个什么京城珠宝协会的鬼地方 里面养着一群所谓的伪专家 只要花点钱 你破玻璃拼凑起来的东西 他们都能给你吹捧到天上去 只要钱花足了 他们那些伪专家就会弄一个狗屁的权威 建令证书 每天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上当受骗 不过现在相关人员该官的官该盼的盼 京城珠宝行业大洗牌 所以才有了周明父子的机会 哈哈哈哈 原来你叶大少 当初就是有逼格的存在 我也就纳闷 你小子敢跟薛家直接杠上 原来是有底气的呀 哈哈哈哈 周明笑了 当时我的底气其实也并不是那么毒 因为我并不清楚叶家到底是什么态度 完全是阴着头上的 还好 老太爷力挺我 叶好轩笑道 周明点点头 紧接着 像是想起来什么一样 你最近有时间没有 如果有时间的话 跟我到云南一趟 哎呀 我得到腾冲那一带 弄点原石 发展太快了 单子太多 原石有些不够用了 不够用了 叶好轩诧异 之前的那一次原石交易大会 他可是没有少为周家挑原石啊 难道这么快就用完了 哎哟 可不是吗 因为余老师徒坐镇 加上我们信誉好 从来不参家 所以我们的单子 从来没有停过 周明笑道 那好 过段时间吧 我这几天实在是分身乏术 叶好轩苦笑道 知道 嘿嘿嘿 你小子产业多 嫂子也多 嘿嘿嘿 够你忙的 周明得意的一笑 得了吧你 叶好轩赏了他一拳 周家的败王已成定居 在周家议事大厅里的气氛 有些沉闷 在一张大会议桌上 坐满了周家大大小小的股东 考虑清楚了吗 周天成喝了一口水 把跟前的合同往前一推倒 考虑清楚的话就签了这份合同 你拿着这笔钱 去养老 快死的时候 我给你送中 会议桌的另一端呢 坐的就是周家的家主 周开诚的父亲 周明的爷爷 听了周开诚的话 他气得直打哆嗦 然后咆哮他 逆子 有你对自己的老子这样说话的人吗 老子 周开诚呵呵笑了 他缓缓地站起身道 我一直把你当老子 可你有把我当成过儿子吗 当年为了掌舵人之争 你把我赶出周家 我在清源打拼下来 一份自己的家业 你也要吞饼 你赶尽杀绝的时候 恐怕也没有想过会有今天吗 你 周家的家主 祸得站了起来 但是紧接着 他又颓然地坐在了椅子上 当年的事情 他的确 是有些过分 他一直偏袒自己的大儿子 其实周开诚比他大哥 更适合担任周家的掌舵人 只是周元的嘴比较甜 一向深得自己父亲的喜爱 两个儿子当年的斗争太激烈 所以他就割舍了自己的小儿子 周开诚 你也是周家的人 你不要做得太过分了 我们大不了鱼死网破 周元猛地站了起来叫他 鱼死网破 你们周家这张网已经破了 你也配说这句话 周开诚冷笑了一声 然后悠悠道 爸 我劝你还是签了吧 现在你眼前只有两条路 一是我高价收购周家现有的产业 你们周家的人拿钱养老 或者说是投资一部分 我算你们入股 我做到这一步 已经是人之以尽了 否则的话 就凭你们周家对我的态度 我完全可以一举将你们吞饼 第二 你们就等着别人一点点把你们蚕食 你们一分钱也拿不到 然后滚回山西农村老家讨生活 二选一 周开诚道 周开诚 你做的事情也太绝了吧 周远喝道 当初你一千万收购我京城的时候 难道做得不绝吗 只准你做初一 不准我做十五 周开诚反问的周远压口无言 我的京城珠宝里 有叶家人入股 如果你们想鱼死网破 我就成全你们 周开诚淡淡地说道 周家的家主脸如死灰 在那一瞬间 他仿佛苍老了几十岁一样 良久 他方才站起来说道 好 我欠 叶浩轩刚刚在医院寻完房 便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说是要他到京城疗养院里 看看陈家老太爷的情况 那叶浩轩现在有十六名 重病患者在住院 他现在接诊的病人 如果不是非死不可的病 一般的小病症是不会接诊的 这十六名患者有癌症患者 也有白血病患者 在他一日一日的照料下 病情都有豪软 叶浩轩清楚陈家老太爷的身体 没有一点问题 之所以叫自己过去 恐怕是陈渊那老小子 挺不住了 挂了电话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他走下楼去 吩咐黑子开车 赶到了京城疗养院去 他要看看陈渊是不是到现在 还是不肯低下他那颗高贵的头颅 京城疗养院 陈家老太爷半躺在一张躺椅上 双眼似比非比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 陈渊则是在他另一边坐着 一边的林湘君 有些忧心忡忡地看着丈 叶浩轩提着行一箱走了过来 林湘君手一动 想上前去打个招呼 但是叶浩轩瞥了他一眼 然后直接绕过他 来到了老太爷的身边 林湘君微微地一睁 然后神色黯然地退到了丈夫的身边 生平第一次 他尝试到了自己被人物无视的滋味 老太爷的精神看起来挺好吗 叶浩轩笑道 听到了说话的声音 陈老太爷睁开了双眼 他身子一动要坐起来 叶浩轩连忙扶着他 把他扶了起来 哎呀 人老了 哪里比得上你们年轻人呐 当年凭刺刀的时候 我一条山都没有落过下风 现在走个路啊 都吃力 岁月不饶人呐 陈老太爷叹气道 岁月不饶人呐 我去见到别人的摇ボ 我说了 clusters 没人家 前期